执行合伙人,执行合伙人就是老总了 这个ALP就是投资人,你一直可以到ALPN 这个就是到50个 50个含着一个,49个了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投资大汉市值这么一个状况 你就可以注册成一个,我们就是叫做复利基金广州有限合伙 还有些人叫你叫合伙中心 有些也叫合伙企业就是这么叫 这两个字不一定,有些就是有限合伙就算了,可以这样叫 如果是你再高级一点,这个可能难一点 复利资本广州,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叫有限合伙 所以还有是这样的,注册公商局就要求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注册资金不行不行不行 没有是注册资金这一说 就是国防伙,你也知道 这些是不参与管理的 不参与管理 不参与管理 只有投资权,没有参与管理权 这个是管理人,是吧 这个是管理人,但是呢,你这个最好呢 你也可以拿个个人,也可以拿个有限公司 所以你拿个有限公司到这个TP 因为这个人是要承担年代责任的 这些人是只是按照他投资的比例参与 承担权利和义务 义务,你是不是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就LP也是这样一个合伙企业 也可以个人也可以法人嘛 就是公司也可以 我的意思是LP是这样的一个合伙企业可以 可以 都可以 公司资就是有些合伙 就是这个法人里面有限制 什么都可以不限制 那老师你刚才说,还要有那些基金的什么 牌照的备案的 你这个注册它好像 它就给你注册,它好像没有前置批文 注册完了以后,你需要备案的 你再去备案 备案是在这个基金协会备案 基金协会好像是在证管办的那里 以前这个是没有人间买的 证监办在哪里 以前这个是在那个解放录 就两个有就可以了 有两个这个什么 这个公司里面 就是这个合伙企业里面 有两个基金从业资格考试通过就行了 这个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基本上就给钱就行了差不多 这个也要有两个 我都没有备案 我基金没有备案 没有备案就差一点 就公开再做就差一点 但是我注册的早 那个时候不要求 现在要求要备案 所以你要找两个人这样 两个人你是管理人 你不一定是投资人 你明白意思 员工是管理团队的人 我可以这样理解 我像这种合伙企业 我一次性就弄花50个 然后这50个又变成一个公司的每一个LP 每一个是这一个 可以啊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那我就变成 不是这个就是ALP2吗 对 ALP3吗 也可以啊 那你就在这里又有50个人吗 这里又50个人就变成150个人了 他们有这样搞的 但是这样搞呢 就是有点点 麻烦 就不麻烦 但是他就知道你是 就是有点极致了 知道了吧 哦 对 你因为他现在50 他为什么制定一个50个人 就是说不想让你变成极致诈骗了 哦 规避这个问题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就无限制的扩大人嘛 那你可以干脆 你不是干脆就这样的 搞成一个福利基金 一个福利资本 你可以再多成立几个基金嘛 没关系啊 十支二十支嘛 一支基金 两支基金 一期 一期基金 二期基金 第三期基金啊